本地貨幣貶值的話 對出口的情況有什麼影響 首先看看價錢 是外國人買的 本地貨幣價錢沒有變 例如香港出口英國的金額 都是1000元港幣 但英鎊價錢是跌了 英鎊價錢 由100元英鎊跌到80元 Export Wallet一定會升 根據law demand 看看出口總值是用本地貨幣還是外幣費 用本地貨幣一定會上升 為什麼呢? 因為本地貨幣價錢沒有變 但出口數量增加了 Export Wallet一定會上升 我們理解的就是Demand上升 只是這個原因 至於用外幣計 英鎊價錢便宜了 但我們買多了 Export Wallet以外幣計 就不知上升下降 就視乎外國人 對我們本地貨幣的出口 需求彈性 有三個可能性 如果Demand Elastic的話 價錢便宜了 買數量上升到百分比多些 所以應該是Cultal Value應該會上升 如果Demand Elastic 應該不變 如果Demand Elastic 如果Demand Elastic 出口數量上升到百分比 至少價格下跌到百分比 到時Total Value便會下降 有三個可能性 所以看題目 視乎看看 如果看Total Value便會特別 看看用本地貨幣計 還是Trill貨幣 還是外國貨幣計 有三個可能性 如果用本地貨幣計 價錢 或總值的話 如果用本地貨幣計 Trill總值一定會上升 當外國外幣上升值的話 下面 Total Value便會做一個 Summary 下面你自己做一做 然後就對了